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过去几年 篮球鞋的市场变化是个什么感受 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比较无趣的 我觉得性能篮球鞋在我眼中 基本上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东西 穿起来差不多的感受 科技一样 清凉化差不多 外观设计差不多 基本上全都是同质化 非常严重的鞋子 不管是什么品牌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 其实从品牌角度来说 无非就是两个方向对吧 外观做突破 科技做突破 科技上的突破 至少从现在来看 我是看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未来 篮球鞋的科技 还能够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但是外观方面的话 阿里亚斯在过去的几年 算是玩明白了 借着Y2K风格的流行 他们直接把篮球鞋的外观设计 和2000年代的一些复古设计结合 正好现在80后90后 我们这代人慢慢长大之后 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了 而他卖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 整个外观做回来 一看就是 哇这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想买买不起的鞋吗 对不对 这个其实绝对不是一时兴起的想法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架构 这个架构阿迪已经搭了很久了 就是把阿迪的篮球性能系列 以及Originals 也就是三叶草做结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什么chapter系列 包括在二月份 我在盐吴城参加阿迪全明星活动的时候 门口放的两个logo 就是山logo和Original三叶草的logo 放在一起 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这个方向下面 可以看到性能篮球鞋线 还有一些所谓的概念篮球鞋 这些概念篮球鞋 实际上并不是为性能所服务 但是他们就代表了 这一次设计的整个框架精神 你可以理解为 汽车中的概念车 就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双 Crazy Infinity 给大家做过视频 我手里拿的是一个全黑的配色 非常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颜色和设计 包括材质质感 完全就是在致敬 2000年代的一些科比篮球鞋 关于这双鞋的具体细节大家可以去参看我之前做的一个专题视频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一双鞋 就是未来将要发售的这双 名为Superteam 2000s的球鞋 如果说Crazy Infinity在致敬科比的话 那么这双鞋很明显就在致敬 非常可惜T-Max现在已经不在阿迪了 他未来马上就要做自己的鞋了 我也是很期待长什么样子 但是比较伤心的就是 本来要计划好的一些麦迪复刻也就不会再出了 包括3.25 包括5 很多5的低帮 而这双鞋的外观 老鞋迷老球迷一眼就看得出来 它来自哪里 2001年的时候阿迪做过一双囤队篮球鞋 这个就是麦迪当年主打代言的 叫做Math Handle 后来又出过Math Handle 2 而后来的后来 其实阿迪还做过一双Math Handle 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因为那个鞋的名字很明显跟前面的完全不搭嘎 反正在我这正牌的Math Handle 就是2001年的那一款 非常可惜我没有过任何一双Math Handle 也没有办法跟来分享穿着感受是怎么样的 不过穿着感受基本上是可以猜到了 因为那个年代 只要你穿过阿迪篮球鞋 脚感都是差不多的 硬 阿迪那个年代的科技 基本上就只有什么Torsion 然后前掌RD Prim Plus 后掌RD Prim 没了 Math Handle印象中 可能只有前掌一块RD Prim Plus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置 印象最深的就是 Math Handle经常穿的 以蓝色为主的黑蓝配色 我们回到这一次这双Superteam 2000 虽然这灵感是借鉴于Math Handle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整个鞋面的设计逻辑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条一条一条 把它layer上去的 所以整体的外观 其实是非常有层次感的 从侧面看 材料也是非常多样的 首先下面这一圈 也是最显眼的部分 用的就是普通的泡棉 就是这个EVA泡棉的上包 其实哈登巴也是类似的设计 如果大家有看到 最近曝光哈登上脚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感觉 只不过哈登巴的话 是一个压光的finish 而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亮面的finish 未来我非常非常希望 这一部分的颜色可以做一个蓝色的版本 真的是还原了 精准还原 再往上就是一圈麂皮 再往上就是一圈Mesh 而这个Mesh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加了反光条的 对吧 这是一条 然后前面加了三个点 这个就是Math Handle的设计灵感了 在Math Handle上前面三个点 实际上是三个透气孔 然后后面这条线的话 是从后跟延伸过来的 然后最上面一条呢 就是普通的皮纸 这个是人造皮 但是看着质感还可以 接下来过渡到整个鞋头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鞋罩子 这跟Math Handle就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再往下的话 这一圈也是一块级皮 但这个的质感呢 跟侧面是不太一样的 这块是比较长毛的 这块应该感觉是真皮啊 然后这个阿迪logo的位置 真的是绝了 鞋帮手可以看到 这次是一个低棒的设计 当年Math Handle是一个中棒的设计 看起来这个鞋应该是非常增高的 但实际上它也是非常增高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的中底大概位置在这儿 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的 Super Team 2000 外观方面你可以给多少分呢 有人说像车啊 也有人说像鼠标 我觉得有点像鼠标 但是这个外观我自己是真的很吃 尤其是前面还有鞋罩子 中足部分这个设计 算是我自己没那么喜欢的地方 虽然它有一点点小镂空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可以加三道杠 而不是做这么复杂的 这种符合设计的话 可能我会更喜欢一点 因为毕竟Math Handle的精髓 就是这边的三道杠 以及前面的这三个点 就是如果能做完整点 这边加三道杠的话 这个鞋整个神韵 就会更加精彩一点 外底方面就特别的敷衍了 我觉得有点配不上这个鞋面 唯一一点点小细节 就是后跟这块 有一个特别小的三道杠 大家看到了吗 脚感方面 因为还是一个久满的sample 我穿不进去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期待 这个鞋的脚感 因为没有什么科技 这个更多的确是 作为一个篮球文化鞋出现 其实就跟Crazy Infinity是一样的 它们更多的是在象征 阿迪未来将要走的一个设计路线 而不是真的让你穿上去打篮球的 而在我看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我在做哈登器那个视频有讲过 其实阿迪是冒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险的 它们赌的是Y2K风格 在篮球鞋上面是否能够有用 而事实证明非常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Nike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么大家是更喜欢 这双Crazy Infinity的外观设计 还是这双Superteam 2000呢 一个致定科比 一个致定麦迪 我自己其实还是更喜欢Crazy Infinity 因为毕竟我对于科比的Kobe 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MyTando的当年 其实我就没有穿过 虽然非常喜欢 但是这个鞋的外观 真的是非常非常帅 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 Infinity太面包的话 那不如就买个鼠标试试 关于鞋的部分就聊这么多 那接下来就是聊一些 我自己最近的一些感触 首先就是我没有想到 爱德华兹那个视频会爆 我也没想到点赞会过亿万 所以说这个鞋 本来我是没打算做完整视频的 结果不得不做一个完整视频 因为答应大家了 我这个人不是直挖坑的 我还是会很快填坑的 再来一个就是 爱德华兹那个视频出了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哥 老哥就突然间开窍了 还是怎么着 连续坐两个大风车 尤其是第二个大梯湖 那个风车轮的是真圆 那个扣篮 真的让我想到了卡特 其实现在NBA很多球员 身体素质当然非常爆炸 肯定是要比以前 那个年代的人要跳得更高 但是扣篮神韵 像卡特的 至少我还没看到 就爱德华兹是最接近的一个 当然不只是扣篮 我觉得华兹从今年开始 算是彻底的开始走进他的巅峰期了 就大家知道去年其实就很强 去年GEO赛打的也还可以 打不错 有一些高光时刻了 然后世锦赛 我叫世锦 就是南岚世界杯 打的也是很牛逼的 但是这个赛季开始 至少我是觉得 就好像提升了一个等级一样 然后他真的就坐了两个大风车 就是这妈妈的 可真的真的要粉起来了 好了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看到最后的报告后一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些视频 我是太阳咱们下期见 拜拜